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這一集影片就是我單純自嗨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鏡頭的部分 那這四支鏡頭是我目前擁有的四支全片幅鏡頭 這支是 Sigma 2435 那 F2 真的是超神奇的鏡頭 我真的是超愛 這支鏡頭比較冷門 它是 IREX 的 11mm F4 真的也很神奇 因為它是 11mm 全片幅定焦鏡 然後有 F4 較大的光圈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讚的 下一支鏡頭也是一個超廣角的焦段 是 12-24 那這一支 Sigma 鏡頭跟這個 11mm 就差 1 但是其實還差蠻多的 那這一支 12-24 是一個比較老版本的鏡頭 那它現在有一個新的是恆定大光圈 F4 那這一支不是恆定光圈 這支是 4.5-5.6 所以你從 12 轉換到 24 的話 你的光圈就會變 5.6 所以就是有一點缺點啦 那但是目前這一支就是我拍生活影片 就是輕便 然後快速 Zoom in Zoom out 的方便自動對焦鏡頭 那像剛剛這一支 IREX 就是手動對焦鏡頭 所以如果你要拍什麼活動之類的 你就會帶這一支出門 而不會帶這一支出門 那最後這一支是 Canon 的 70-200 小小白 那它是 Canon 70-200 系列最輕的 最輕的 現在的 RF 鏡頭 70-200 我不確定 但是它是很輕的 70-200 那你手持啊 不管拍什麼 你就是不會費很多力氣 這四支鏡頭呢 如果拿來拍照的話 我覺得都是超讚 非常推薦 但是如果拿來拍影片的話 就會有一點局限 有一些限制 這四支鏡頭 如果拿來拍影片的話 我遇到三個大問題 第一問題呢 就是顏色的一致性 那像是我拿這一支鏡頭 如果拍一拍 然後我要換另外一顆鏡頭 那我就會發生 可能顏色變得更鮮豔 然後對比可能變得更低 或者是更高 然後銳利度忽然變超強 之類的等等問題 那你在後製的時候 你需要一級調光時的色彩匹配 就會需要花一點功夫 那有拍攝情況 它的顏色非常繽紛 那每一支鏡頭的顏色 呈現的效果也不太一樣 那你調色的時候 就會一個發瘋狀態 如果你拍的是 可能像是劇情片之類的 呵呵 你會調色調到死翹翹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對焦環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拍影片的話 我通常 99%的情況都是手動對焦 那手動對焦 我如果直接這樣子用手 那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我需要上穩定器 然後我要加無線跟焦的話 那我們就一定要加這個套套 然後把它套到我們的對焦環上面 我們才能使用我們的無線跟焦 那這四支鏡頭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對焦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一下要走 一下要右 就是 超麻煩 然後你就要一直 去來回去調整說 欸好像 我轉錯方向了 就你沒有辦法去記憶說 我要這麼樣轉 會變無線遠之類的 就你會常常轉錯方向 就很麻煩 如果要用無線跟焦的話 我們開始使用前 我們會先設定我們的頭跟尾 就是對焦的最近距離跟最遠 無線遠的距離 那像是 只有這一支Irex有頭跟尾的Hard Stop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譯 就是它碰到底的話 它會停住 那其他這三支都沒有 就是你對焦環 你可以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它永遠不會停下來 那這樣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換鏡頭 重新調整你的無線對焦 無線跟焦的部分就會花蠻長一段時間 你就要自己手動去 喔我們頭在這裡 好然後我們設定 然後再尾在這裡 然後它才會自己設定 好它不能按一下 然後它自己就知道 喔我們頭在這裡尾在這裡 就需要花一點時間啦 但就還蠻麻煩的 然後像是這種一直轉一直轉 如果你在拍攝中途 不小心撞到你的對焦環的話 你整個就跑掉了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這些鏡頭光圈變化有點大 從F4 然後到4.5、5.6 那這個也是F4 那這一支是2.0 所以其實我百分之 應該8、90的片段 都會喜歡拿這一支 2435F2去拍攝 因為真的是超級棒 大光圈耶 超大光圈耶 然後拍起來的東西 我也覺得非常喜歡 他們也有做一個電靈版本的 這一支鏡頭 那雖然拍起來一樣 但是我還是有點心動 想要去升級到那一支 那我就看未來規劃 那像我們拿這一支 2.0超大光圈 然後拍一拍 心情很好 然後我們忽然 欸我們要換掉70、200 直接掃兩極的光是怎麼樣 兩極的光耶 那你光如果你要打光的話 多兩極光其實也多還蠻多的 你很多情況是根本多不了兩極的光讓你拍攝 所以就有這一個局限 就忽然跳到F4 或者是 就差很多 就沒有辦法 現在拍攝平面攝影的機會比較少 像是攝影棚拍攝啊 然後婚禮啊 或者是活動紀錄等等 這類的 可能是因為攝影師太多了 所以都沒有人找我 或是怎麼樣 要拍攝就找我嘛 但沒有人找我 但是目前拍攝影片的機率是高很多很多 那我也都拿這些拍照的鏡頭拿來拍攝影片 那就會遇到剛剛那三個大問題 所以呢我就上網找一找 其實有賣電影鏡頭這個東西 電影鏡頭就是純粹 就是專門設計給拍攝影片使用了 但是電影鏡頭隨隨便便就是上百萬台幣 就是起跳上百萬台幣 那是沒有在開玩笑的 超貴 正常人也不會去買那個東西 那就是就找一找 有找到比較便宜的電影鏡頭 Yup 就是這一組 Diesel Film Vestbit Prime電影鏡頭組 那這一組鏡頭有七顆鏡頭 那很高興就是台灣總代理直接借給我玩 因為我不知道它的光學品質 不知道它到底拍起來怎麼樣 我現在也還沒有真的去測試過它的光學性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丟很多支影片 關於這坨鏡頭到底它的光學品質之類的 反正就是單單的影片就會陸續在我的頻道上面出現 那反正就有這一組鏡頭啦 那它就解決了這相機鏡頭拍攝影片的所有 應該算所有問題吧 因為它就是專門設計給拍影片用了 就不會有那些奇怪的 像是沒有齒輪啊 這個有齒輪 然後顏色匹配 這個有四顆鏡頭 有四種不同顏色 這所有鏡頭理論上 顏色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什麼光圈一致性 像是我們的光圈大部分都是在2.1 而且是T-stop跟我們的F-stop也不一樣 反正就是拍影片跟攝影拍照用了 就不一樣就對了 接下來我要繼續分享一下 我覺得我自己開心分享的東西 一個2435它其實有電靈版本 我剛剛也有講過 就是光圈超大 影像銳利 就是品質也都超好 但它有一個致命傷就是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光線 照到鏡頭 直接照到鏡頭 不管是陽光啊 或者是室內什麼燈泡之類的 照到鏡頭 你整個炫光 整個對比會變超低 超級可怕 就是一個 幾乎沒有辦法控制狀態 不管你加了折光照 或者是你有那個 那個是什麼 抖 然後你可以去把光遮掉之類的 很難去避免那個問題 那有的時候拍攝 我覺得還蠻讚的 像是拍攝 像是夢幻婚禮之類的 你想要有什麼夢幻的感覺 哇塞 超讚 就是超級夢幻 但是你如果想要有一個銳利的影像 然後就是看到一個清晰對比很強的影像 那它就會整個把你的影像摧毀掉 所以我想要說 欸這一組鏡頭有沒有辦法 就把我們的迅光意志會比它好嗎 不知道 所以那個也是我們之後要測試的地方 桌上這六顆電影鏡頭都是最大光圈T2.1 就是跟這一顆應該理論上是拍起來的 鏡光量是差不多的 那除了這一顆是90mm微距鏡頭 那它的光圈是2.8 但這一顆鏡頭 我用一用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神奇 就是 真的很神奇啊 就是 它90mm 然後又可以超近對焦距離 就是微距鏡頭嘛 它可以到 放大倍率最大是1比0.67 1比0.67 就是實際的0.67公分 是 顯示在感光元件上面的1公分耶 就是 放更大的概念 超瞎 那這一組電影鏡頭呢 它最廣角 目前是25 那它們有預計要伸出一個16mm 但是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來 因為它的箱子裡面就有印一個16mm的洞 所以它就是一定會伸出一個16mm 但是 以我超級熱愛超廣角 像是有11mm嗎 12、24 有12mm 這種 最極限的廣角 這種鏡頭 那 16mm就會稍微有點顯 好像有一點不太夠 電影鏡頭我覺得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風格 調味 都不太一樣 那像是攝影鏡頭就是 銳利 挖銳利 然後對比牆 然後鮮艷飽和的顏色 那就是攝影鏡頭 但是電影鏡頭呢 它要一致性的顏色以外 它還會再添加一些神奇的效果在裡面 像是有朦朧的效果 然後 背景虛化的效果 然後有什麼 顏色 然後對比可能會比較低 或更強之類 等等各種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一組鏡頭拿回來測試 因為 不一定每一組的鏡頭都符合每一個人 所以就要等我測試我才能說結論 就 如果送我這一組鏡頭 但拍得不好的話 那可能我也會把它丟到垃圾桶之類的 但我還沒測試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還要再評估一下 我們大部分的拍攝情況 就像是如果我們 單純要手 然後來這樣子對焦的話 那當然攝影鏡頭會比較好對 那這個要轉這麼遠 你直接手就會非常困難 那你當然加上無性跟焦就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就要看 到底我們加上無性跟焦的機率是高還是低 那個也要再評估一下 然後我們到底會不會一直換鏡頭呢 還是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然後安排各種鏡位 各種不同鏡頭 那如果可以安排的話 那就電影鏡頭當然非常符合 因為焦段這麼多 然後你就可以細心的去安排每一個 我需要什麼樣的鏡頭來呈現怎麼樣的感覺 那變焦鏡頭就是像是拍婚禮啊那種 從來衝去奔跑 那當然這種鏡頭會方便很多 而且有的時候可能一個人 會帶兩台攝影機出去 就是避免換鏡頭浪費掉的時間之類的 那電影就 電影鏡頭就 嗯哼哼 就不一樣的故事啦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對焦的尺 這個對焦的尺在攝影鏡頭 我覺得就是有點像參考用的 根本就是超不準的概念 像是我射到自動對 就是對焦距離40公分的話 我真的拿尺量 然後從焦平面40公分 那其實這鏡頭根本沒有焦 它可能對到一公尺之類的 就差距誤差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就不準啦 你沒有辦法拿尺去量 然後去把鏡頭 射到一個焦的位置 那像是電影鏡頭 它就是非常細啊 你看就超多點可以給你對焦了 就是它的數字寫得非常非常詳細 所以你拿尺量 理論上你可能量一公尺 那你這裡調到一公尺 應該就會有焦喔 除非它有什麼誤差之類的 那個也需要再測試 反正就是整個東西就是要等我測試完 我才能評論 反正今天的影片就是開心分享嘛 自開影片 然後我已經把我想要測試 全部都列出來 就是有包含 Focus Breathing Lens Flare Bloom Bokeh Chromatic Aberration New Color Consistency Detail Distortion Focus Distance 等等 反正如果又增加 就是再增加之類的 反正那個是另外一支影片 然後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樣子 反正最終結論就是 等我測試完 我可能測試完根本就不喜歡主鏡頭 也有可能 最怕的就是 我可能測完 我覺得不好 那我還是繼續使用我的攝影鏡頭 好啦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電影鏡頭 各種鏡頭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叫KamiWon 我叫KamiWon 我會看到大家下一次 拜拜